最伟大 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就是法造法师 他去听了文殊慈利菩萨在舞台上的一场 最高级的交响乐以后 他就普成了《五会念佛》这个曲子 这个曲子的成就相当于 相当于 莫扎特到95岁的时候 才能谱出来的曲子 你知道莫扎特的摩迪几岁写的 11岁 莫扎特的天才 他要31岁就死了 他要活到95岁 93岁以后 他才有可能谱出这样的曲子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中国伟大的音乐家是很伟大的 只是他们都以禅师的身份出现了 五会念佛就是那么了不起 五会念佛在念的时候就好像 有点头在晕了 暖鬼你知道吗 那菩萨把你这柜在空中跟你揉 他有高音有低音这样的搭配 有快有慢 那个韵律就像把你这一个百炼钢揉成绕子揉这样子 但你要能唱得出来啊 我告诉你 只有华言佛堂具备这个本事 因为我们佛堂不是长方形 是正方形 你知道正方形 而且我们的音箱效果非常好 假如我们能够装上那个教堂的风管 那就更不可思议 不过我们目前已经可以发挥很好的念佛效果 开 weapons 开 vamos去 开心 开心 开张 栩